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等于就是世界第一集的观光景点 所以它每年就算是在经济不好的时候 它还是有四千多万个人客 它的竞争演契店 光罗马这个地方就有1276家的饭店 所以我们在这样子的战场上面 所以要等于说再帮台湾插一个旗 直接挑战一级战区 罗马近20年来所落成最新最大的新级饭店 是台湾人开的 这就是阿罗马酒店的一级的望迹 对中国和西级文化合作 用大型残茧铜雕隐喻思路 东西方在这里相遇 一进大厅四五个柜台人员得自排开 这可是当地同等级饭店 找不到的气势 大家都要求这些语言语 但是我们给他们一个小块 欢迎筆币 在那里写了 这些乒乓言语言语 这就是幸福 有艺术也有大自然 饭店坐落在森林保护区 276间房 拥有罗马市区中难得的绿地 却离成不离消 我们可以尊敬 沃迪康 聖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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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复典大师米开朗基罗杰作的新角度 外面有台湾艺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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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 在意象 惊喜藏在细节中 来到糕点才知道 游泳池的形状就是个台湾 Marco是台湾云朗集团在意大利聘任的专业经理人 就正在我们专访时Marco错过了台湾打来的电话 中段访问也一定要先回电 在台湾是晚上 在台湾是晚上 Emile 你好 我和台湾的电视台中的电视台 Marco随时待命每天向台北回复状况 台湾集团为何能够成功进军意大利 三年内开四间饭店 这就是答案 一时钟 一时钟 Shenk每天都在台北回复 其实我们真的是很hands on的管理 就是说 不是说属于我们只是投资完以后 然后以后就是每个月看数字 和Marco通电话的是云朗集团总经理慎智人 这个地方 他为了盖饭店 已经从计划到盖 已经拖了15到20年的时间了 那那个业主 他到后来他的经济的状况 他没有办法把它完成 然后我们就把它接手下来 饭店前业主是意大利营建商 但破话的蓝图挨不过欧债危机 你就当地的邻居来讲 本来是跟一个废墟在一起 可能十几年了 他们也都很高兴 因为整个区域的房价 也因为这样子也能够往上走 整个欧洲经济的关系 其实这种真正的大型的投资案 已经不多了 所以这个在当地受到的重视 坦白说有点超过我们的想象 开幕当天出席1000多位来宾 包括区域市长和十几位国会议员 台湾饭店集团插旗 倒成为了罗马在地盛事 跨半的地球 台商指导世界级战区 一挥军就要搅动市场 这个艺术品的上面放这个看起来 我们当时想的是 希望是比较大的整个墙 但它这个我们就不好看 就请他把这个拿掉 手机里头的图片 是罗马传来的饭店叶蛋百事 就连节气布置的视觉效果 台湾这端也要沟通到非常细节 Marco25年饭店资历 见证意大利经济兴盛到衰败 看尽各国投资者竞相抢摊 他说要和台湾老板相处 不是一般慵懒的意大利人 可以招架的 饭店平均住房率高达八成以上 在知名国际定房评件网站中 更曾在罗马一千多间饭店里头 冲到前十名 谁能想到台一联手 创造了成功的新模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